她更像是一个很简单的符号 知道了又能怎样 甚至我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 去推断她的性格 你回去吧 我 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的事情不是你能理解的 有些事情我也正在寻找结果 在木头拒绝的命运线 手心旁用眼替代心殿 往而却不换来着凝望 穿成了夜中一片倔强 眼角明灭 倒映着你的脸 独自停留在纪念之前 等待多久才能回到身边 闭上眼 只一步就已走远 不可推算的希望 是曾经刻下的一段过往 像是合作剧般几两 只说这条路很长 如同回忆一样 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 我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想找到 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我这样的人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没有人会发现 就好比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我存在过一样 你要消失 至少我会发现 我看起来 寻找遗忘 该是怎样形状 不放手 是否脚步彷徨 直到身影被截脚的拉长 在遇上 在遇上深邃永远的目光 离山儿时的光芒 是曾经触碰不到的真相 假如气氛只留在适当地方 是不是能不受伤 是不是会失望 隔着宿命的围墙 另一面可又是什么模样 假如气氛只留在适当地方 是不是能不受伤 是不是会失望 不可阻挡了信仰 摆散了明天又何妨 如果手掌对上手掌 明明那些是否跟你一样 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其实有时候对一个人说谎 是为了保护的 也许别人不想你保护呢 您能为了保护呢 对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